其實真的厲害的廚師 就是可以一心好幾用 對 要一口口大鍋 又可以炒洋蔥 又可以去顧一下蝴蝶麵對不對 然後蛋也OK了 完全沒有看到它那種 手忙腳亂的樣子 其實我知道說 老師其實在進入料理界 大家已經有10年的時間了 可是你一開始 聽說會走入這個行業 當初也是有點誤打誤撞對不對 對 對 聽說當初是姐姐鼓勵你 來學餐飲的 沒有錯 是 那一開始就是學西餐嗎 我一開始沒有 我一開始接觸到的算是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對 西餐 那這個很讓我佩服 它沒有因為用左手 不能拿撒西米刀 它就放棄廚房 就是放棄自己喜歡的工作 它就找另外一條路就做西餐 對 所以其實就是 你可以找到一個 自己更適合的方向對不對 然後也在西餐這裡面得到很多的樂趣 好 我們也來看一看 老師事實上現在真的是逃離滿天下 他教導了很多的學生 然後在他的教室裡面 每一個人在看他教學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表情 去看看那些照片你就知道 來 我們來看看那些照片 每一個人頭都吹得彈彈彈對不對 都好認真喔 好 然後呢 老師你現在教書的這個部分 聽說還會什麼夜間部 日間部 教法部一樣對不對 對 為什麼要不一樣 因為夜間部的同學 通常都已經出社會一陣子 然後說實在的 他們可能比較了解自己在做什麼 或是說也會說實在 就是比較自負一點點 對 那在我在講解過程中 他們幾乎很多的學生都 不是很想要聽啦 對 會比較這種就是散漫的感覺 那跟日間部不一樣 日間部就會比較 Focus在我的教學過程中 那我就反過來做 就是先讓夜間部的學生 先讓你們自由發揮嘛 對 你們覺得你們很行了 然後你們覺得你們會做 那就讓你們來做 那等到你們做完以後 我再做一遍讓你們看 是 我覺得那個效果反而是有加分的 所以他也是孔子的化身耶 陰材師教 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泰騰老師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 對 用頭腦的 好 我們來回到我們今天的現場 烘蛋 這個烘蛋現在已經在這個 我們的砧板上面了 那我們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烘蛋的一個情形 因為其實擺盤也是在這裡面 一個很加分的一個要素 對 因為要來上節目前 我就在跟楊品說 我們可以順便跟泰騰老師學擺盤 因為就是很簡單的烘蛋 可是它可以擺得 變成很高級的料理 是 好 對 如果真的我們要美觀的話 其實 邊邊的地方 媽媽可以自己吃掉 媽媽可以自己吃掉 你看 我們不是說他很小氣嗎 我跟你講 他不是說邊邊要丟掉 那媽媽自己吃掉 媽媽吃掉 那今天就是我們兩個媽媽來吃嗎 對 對 人家說頭捏的最好吃 我們要不要捏一下 我跟你講邊邊的應該是最好吃 因為比較酥 比較脆 比較脆 對 好 其實就是說擺盤的部分 你邊邊我們要讓它是 一個比較方形的感覺 對 Alan 可以吃嗎 我在等你指揮 我現在吃到這個小黃瓜 我知道為什麼小黃瓜最後才下 因為裡面還很juicy 老師 還很多汁 我們盤子擺到前面來好不好 觀眾朋友才看得到 你擺盤的過程 不好意思 抱歉 給你給他這樣 很忙 好 這就是一個 這個是蘑菇 是 蘑菇 蘑菇 好 老師好像也在蘑菇上面 稍微切了幾個 刀瓜 柯花 就是讓它美觀一下 美觀一下 好 然後其實這個就是黃瓜 你知道嗎 就是讓它站起來 站起來 真的耶 有站起來 跟躺下去就不一樣了 沒有 有差 對 站起來比較好 對 站起來比較好 放上來之後 那我們就簡單的一個 紅色的 你看養品 蛋喔 我們的菜包蛋就是黏的 對 就是很傳統的菜包蛋 是 然後你看蛋切成方方的 就感覺很流行 對 就有那個時尚感對不對 對 其實吃東西 第一個吃到是眼睛了 所以我覺得視覺的效果很重要 視覺很重要 對 好 其實今天的這個西班牙烘蛋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平常如果我們四個人 要到一家四口 到餐廳Menu給它打開 有沒有 西班牙烘蛋算開胃菜 外面的收費四個人 四百塊 就要四百塊錢 對 但是呢 當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做了這麼樣的一個 這個專業級的 然後今天一樣是我們老師 告訴我們喔 撇步都沒有給我們看補 我們來看看DIY價多少錢 一百五十元 哇 這就省了大概多少錢了 省的 這樣多少 二十五五吧 兩百五 對 對 可以賺 可以賺 對不對 而且事實上觀眾朋友 這是四個人的價錢喔 是 對不對 對 其實妳再去算一下那個食材 搞不好可以更便宜 絕對是更便宜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今天這個西班牙烘蛋 剛才來妳要不要講一下妳吃的感覺 我吃了 我就覺得為什麼小黃瓜要最後放 因為我那個小黃瓜吃起來 溫溫熱熱的 可是裡面不會乾掉 對 就是裡面非常的甜 然後多汁 是 好 當然我們今天準備的小黃瓜片 起司粉 對 還有無糖鮮奶油 還有鹽 還有糖 還有黑胡椒粉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來看一看 這個上網呢 我們也都可以讓朋友們來 download我們元氣加油站的這個部落格 今天泰騰老師教大家的這個 千元油找的豪華套餐 所有這個料理的菜單呢 我們都會開在我們元氣加油站的部落格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吉波拉湯好不好 吉波拉已經炒得變成黑色的了 是 可以可以不用擔心 真的嗎 對 這個是正常色嗎 正常 正常喔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吃到那個 那個燥灰搭的口感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是焦糖化 對 它反而這些色素等一下會 到我們的湯體裡面去 湯體裡面 唉唷 我跟你講喔 可見這個泰騰老師炒的 跟我們的這個文玲老師 我這個是炒20分鐘的 所以你還是不太敢大膽的挑戰 因為這個東西要技術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炒得太焦 沒有像泰騰老師控制得好的話 這個湯會變苦 像我技術比較差的 我就炒到差不多金黃色我就停了 因為我怕控制得不好它變苦 那我這邊就是說 媽媽你如果在炒這個的話 因為需要時間 你可以一次炒多一點 像我這樣子放在製冰盒 把它截凍 那你到時候要煮泡麵啊 或者是煮任何的湯 或者是要炒菜 你就把它當高湯塊去使用 好 老師你現在 在那個歐密碼的洋蔥上面 灑了什麼東西啊 我們加了這個紅葡萄酒 紅葡萄酒 對 所以家裡面沒有喝完的紅葡萄酒 都可以來做 就可以拿來入菜 我們把它揮發以後 要去聞一下 沒有酒精味之後 我們再來加上我們的麵粉 唉唷 麵粉是要讓湯 可以稠一點 比較濃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濃湯的感覺嗎 對 如果說你本身 沒有愛喝這麼濃的話 你也可以就不要加這個麵粉 不用加麵粉了 對 像剛剛文玲老師講的沒有錯 就是我們可以多炒一些起來 對 放在製冰盒 對 你要喝什麼樣的湯 你都可以加這個焦糖葱 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乾甜 對 好 現在麵糊 等於說這個麵粉 要跟它一起和對不對 對 好 要過多久的時間 其實到白色的部分都沒有就可以了 好 所以要讓白的不見 對 對 對 好 但是你不要不見 因為我們要繼續的看著你 聽著我們的電視好不好 這時候你就加上熱水 好 加熱水好嗎 對 對 對 好 加了熱水之後呢 我們就先準備進廣告 好嗎 持續鎖定我們今天的這個 Titan老師來上菜的元氣加油站 等著你